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话语 记载在耶利米苏五十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 我明白你们要从巴比伦逃走 从迦勒底人之地出去 要向羊群前面走的攻山羊 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 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 他们要拜阵攻击他 他必从那里被攻去 他们的剑好像散射之勇士的剑 一支也不突然返回 迦勒底必成为猎物 凡鲁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 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后又从十七节里面说 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 首先是亚述王被他吞灭 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奖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 所以万君子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指说 我必伐巴比伦王和他的帝 像我从前伐亚述王一样 我必再领以色列回到他的朝场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 又在以法连山上和激烈境内得以保足 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 随寻以色列的罪孽亦无所有 随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 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 这一章我们就继续看到 上帝要怎么样来惩罚巴比伦这个帝国 我们都晓得巴比伦这个国家 对圣经的影响相当的大 我稍微研究他的历史 巴比伦这个国家在祖前3800年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苏穆人 那个时候他们也曾经建立一个古老的巴比伦帝国 在祖前18世纪的时候 巴比伦也曾经出现过非常有智慧的国王 称之为哈摩拉比 他曾经编撰了一个被历史上被称为很进步的 哈摩拉比法典 带领巴比伦在当时中东地区建立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 一直到祖前第七世纪的时候 又出现了新的巴比伦时代的来临 这个时候新的领导者就开始继位为王了 他们摆脱长久以来统治他们的亚述帝国 不多久 他们也攻陷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尾 之后我们也知道了 他也把犹大这个国家也并吞下来了 巴比伦这个国家在上帝的手中 一直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 如果他能够顺服神的话 神或许带你这个国家走向不一样的一个道路 但是这个国家也一样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 也就是骄傲 今天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讨论 大的历史事件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 骄傲会使一个邦国分裂 也会使一个人来跌倒 作者在这一章当中 一再以巴比伦胜为狂傲 说明为什么上帝要毁灭他们 你要知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他心中所想的 所看的 就是自己 不会有别人 导致又连上帝也不把他看在眼里 原来巴比伦是神呼召的仆人 可是他背弃神的教导 巴比伦忘记他之所以有能力攻击 其他的国家都是上帝给他的 他拥有聪明能力 可是他反过来认为这一切 就是他属于他自己的 我们从巴比伦的故事当中 你可以想一想以色列的历史 当一个人 如果你突然之间 从什么都没有到拥有 很多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 大卫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什么也都没有 他可以非常的自由自在 做他自己 有一天他做了以色列的国 有一天他享受这样的地位 有一天他很想占别人的妻子为自己的妻子 甚至于他把自己的部下也都设下极大的一个谋杀罪 还好先知拿单的警告 带领他赶快认罪悔改 以色列的君王 难得有这样一个好的行为 可是没有多久 他的儿子所罗门王 继承他的位置的时候 整个国家到了非常鼎盛的一个地位 这个时候他开始听其他的这些的王妃的建议 把许多不同的宗教的神带入到整个以色列 这个时候他们 所罗门整个帝国就开始没落了 你要知道这就是极大的危险 历史的教导我们 当我们拥有一切的时候 骄傲的心就侵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极大的帝国之所以会如此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会撕裂我们整个帝国的一个立国的根本 一个基督徒生命不也是如此吗 有的时候我会想 如果我贫穷一点 我生活简单一点 或许我这一生当中就如此平淡的度过了 如果我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驾驭财富所带给我的一种 应该要有平衡的态度 或者诠释带给我 应该只是要来服侍别人的器皿 我反而把这些东西当作夸耀自己的进口的话 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跌倒了 我们会数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 这就是罪恶的根源 如果是如此 与其我们不要贪图这一切 宁可谦卑在神的面前 好好服侍神 好好度我们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 愿上的祝福你 每天享受祂的保守 阿们